我画的这个红衣法师呢 是因为我对红衣法师这个人呢 是充满了敬仰 因为是充满了敬仰呢 所以我就画这个红衣法师 红衣法师呢 可以说他的文学造语 他的在师傅上面的造语 还有呢 他在书上 美术这方面的音乐上面 应该说他是中国近代史上 我最佩服的一个 属于文人类的大艺术家吧 所以呢 我在当时画这个呢 我的个人想法呢 就是说中国画 不管是人物也好 山水也好 卖花鸟也好 应该继承中国文人画的传统 那么这个传统呢 一个呢 就是说呢 要在写实的技术上 有所变化 能够取其精神 所以呢 我是抓住这个红衣法师的呢 他的精神来画的 所以人物呢 比较轻瘦一点 其他的 从他的整个精神面貌上 去抓住这个人物 而不是特别 那个形式就是说 不是在乎特别 在形体上 是不是特别想到 而是想到就是说 达到神寺这样一个目的 这是我创作这幅画的 我的主要的一个基本想法 好 回想谢谢 先借啊 我叫汪一阳 这个 从小呢 这个就学画 这个 也画了一生了吧 也画为业 同时呢 因为我是出生在古浪语 古浪语是音乐指导 所以从小呢 接受音乐的教育比较多 实际上音乐的素养呢 比绘画的素养还要深 但是呢 因为机会的问题 音乐学院 上海音乐学院 也考上了上海美专 经过家人家乡的这个 老辈的指点 让我很好上一个上海美专 跟六海肚学画 所以从六海肚学画以后 就参加工作 一直在新闻单位 报刊 杂志 杂志 就在单位 做编辑工作 编审工作 一直是没有离开过创作 到了八十年代初了 开始 改革开放了 开始要考虑中国化 如何再继续往前发展 这个 如何在继承传统的技术上 往前发展 会追求探索创新 那么这样在这种情况下 又不愿意完全接受西方的这种现代艺术的影响 愿意从中国的根去找它的语言 所以我从书法 草书 特别是草书 把这个草书引进了绘画 用草书的线条来表现人物 那就是简阔 语言简阔 但是内涵还要丰富 还要能够引人思维 能够引人进入一个更深的境界 在追求这个方面 看出了有十来年吧 这样子取得了一些小小的成绩 现在呢 就狂潮人物化 在社会上产生一定的影响 在化产产生一定的影响 这也促使大家重视 如何从传统文化里去找语言 找我们本族的语言 对民族的语言 来发展对民族的艺术 所谓狂潮人物化 就是这样 因为我画人物 不是完全 不是完全只是变形的 如果变形的 用草书来画变形的人物 比较容易 不拘束 比较自由 但是呢 你要亚述控法 让老板先生看懂 所以你还要有 人物的基本比例 基本结构 上身多宽 下身多长 这个比例要合理 要合理 那么动态呢 也要合理 要真实 让人感到是生活的动态 不是造出来的 那么人物的重点 美化人物重点的 就表现神 人物的神 精气神 所以抓住精气神 然后用简坡的这条线条 来为这个神服务 能跟它配合起来 跟这个神 精神配合起来 那么这个动态呢 就是说 画完这个人物的精神面貌之后 我就用一个比较粗的 大号毛病 这个从这开始 然后到这 从这开始到这 到这以后人过来 然后这样子 到这开始比风一转 比风一转就淡了 然后再过来 然后从这手笔 这手笔把整支笔都压下去了 那么这个浓的关系又出来了 最后压 这两笔 都是就是说 我画画不是在画画 而是在写画 用书法的基本原则来写 写这个人物 这个东西 你没有比较深的基本功 很难达到 你没有这个广播的 这种一种 做个方面的素养 你很难做到 所以这个动作 就是很多人想学这个 没办法学 因为它的个性太强了 它的独特性太强了 它这个模仿 几条线条可以 它出不来那种感觉 最后这两个鞋呢 就比较简单的 就出从它来装饰这个人物 不画这个鞋也可以的 让这两条解决了 这也可以的 多余的话 就让两张鞋 通俗 让大家看得懂 写的是那么回事 那就可以了 所以这幅画很瘦 在台湾也很受欢迎 台湾几次一些画院办展展 都来珍宝 我给他们记得 基本上都是它 都是它 价格 人画的价格 价格 价格像是 你看那个中国书画 名人榜那个网 它有定价 像这一类的 这一类的话呢 因为我经常参加各地的笔会 笔会上经常画 画得多 所以它就便宜 它就不讲价了 它就说 这个标价的是 一瓶尺五万 一瓶尺五万 人民币 人民币一瓶尺五万 但是呢 比如说 比如说我回到家乡 回到古浪鱼 回到在北方 我下放的一些地方 跟老乡亲相近 老乡亲呢 想来买我的话 我就按优惠 按优惠 就不讲价了 但是如果有些 比如说三星 有些没老板 他就是想来买这样的话 那么我说多少 他就多少 他不讲价 这个东西情况不一样 我们非常谢谢 我们今天访问到 我们的汪一阳 汪老师 大家好 我是台海新闻报 特派记者 龙美马 今天很高兴 能够邀请到我们 金铁柳老师 金老师 那我们现在 有请金老师 来自我介绍一下 她的自己的作品 跟她的 自我介绍一下 她的画风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金铁柳 是原中国艺术研究院 美学家画家 我的作品的特点 主要是仲裁写意 仲裁写意 像这一幅画是国家外交部 作为国礼送给各个国家的领导人 比如说吉尔吉斯坦 哈萨克斯坦等国家的总统 然后也送到俄罗斯的文化部长 外交部长 海关官长等等 作为国礼送过去的 现在的这个名字呢 叫红运当头 两条红头鱼 红运当头 下面的四条鱼呢 是春夏秋冬 四季有鱼 这一条黑鱼呢 是辟邪的 这一条是财运冲头 这样合起来 六条鱼呢 是六六大顺 这个水草水文花 这个水花的走向呢 是阴阳太极图形 叫阴阳和和 那么在咱们广东福建呀 还有东南亚一带 他们喜欢提叫金玉满堂 上海呢 喜欢提叫国国金融 国家送国礼的时候呢 就叫和谐永远 这样的仲裁写意呢 在咱们国家 可能还是很少有人这样话 嗯嗯嗯 好